我们刚刚经历的这个三月份可能是最糟糕的三月了 硝烟跟疫情同时作祟 股市和楼市一起躺平 在这种环境下 到底应该是现金为王 还是应该在别人恐慌的时候我贪婪呢 最近有经济学家又给大家送上了一份财富指南 前几天我看到管庆佑老师在文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货币放水的阶段 持有核心资产肯定是B选项 特别是在咱们中国市场 核心城市的核心房产 还有优质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这些都算核心资产了 对于房产呢 他认为不能一棍子打死 就连三条红线 从现在看来可能也是需要反思的 因为房地产的作用 目前还没有别的行业是可以取代的 在过去我们经济有压力的时候呢 央行释放货币 这些货币可以通过房地产这个杠杆 盘活我们整个经济 可现在呢 因为房地产被压制了 宽货币无法向宽信用传导 也就是说 虽然银行是有贷款额度的 但是没有人愿意去贷款 因为大家不知道把钱带出来拿去干什么 对于经济的提振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而拉长周期来看的话 无论是哪个国家 房产跟通货膨胀率都是大概一致的 他认为从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讲 即便考虑到房产税 大城市的房产仍然还是不错的选择 他还说了 股票和基金肯定是资产配置的必选项 从历史统计来看 今年应该会是一个买基金比较好的时候 特别是以往历史业绩表现不错的机构和基金经理 在前一段时间整个市场都不好 巴菲特说了 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要贪婪 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要恐惧 但是呢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们更恐惧 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更贪婪 如果你的钱只是躺在银行里的话 那肯定是跑不过银超级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就是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有时候看起来会显得很矛盾呢 因为管信友刚说完 股票基金现在是买入的好时候 前两天又说了 不要去炒股 无论你是普通投资者 还是专业投资者 都很难在A股里赚到钱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环境太恶劣了 机构互相内卷 互相收割 还美其名曰存量博弈 在这种环境里 个人投资者更是无法生存的 这是早回事啊 一会说股票基金是B选项 一会又说千万不要去炒股 我们到底该听哪句话呢 于是呢我仔细阅读了一下管老师最近的一系列文章 发现其实他的这两个观点并不是矛盾的 因为这两个观点针对的群体不一样 首先呢B选项这个观点 他针对的是以资产配置为投资目标的群体 这个群体会比较的有钱 投资周期也会比较长 他们的目的是未来几十年实现保持增值 最少要跑赢通货膨胀 而千万不要炒股这个观点呢 他针对的是那些以快速增值为目标的群体 主要指的是做中短线赚快钱的中小散户 所以到底该怎么做呢 我可以直白的给大家总结一下 可能不是很准确啊 但是基本上就这个思路了 那就是如果你是一位有一千万以上资产的人 你还是可以考虑通过核心城市的核心房产来寻求保值的 如果你手里有五十万以上的闲钱 可以长期配置一些优秀的上市公司寻求增值 如果你没有多少钱 但是收入比较稳定 那么就可以配置一些历史表现不错的基金 如果你没有多少钱 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差 那么现在可能不是一个炒股的好时候